内政部长叶俊荣举办年终记者会 向大家报告这一年 他可是卷起袖子在做事 大浦案在去年我们完成了 完成了这个签约 互联会这个案子的行政契约的签订 的先前备忘录 不止报告证据还亲自画贺卡 祝媒体们新年快乐 内政部也特制了拙力 把业务分成12个月 让国人了解天下第一大部真的不是盖 这整个的设计是由我们的替代役 我们的俊颖 俊颖就在这位帅哥 就是俊颖 既我们上次宣佑帮我们拍的阿荣讲堂 那他光荣退伍之后 这个不会因为他怕阿荣讲堂 就永远退不了伍 他还是阿盈还是有退伍 但这年度成果记者会举办时机 正好传出叶俊荣可能下台 难道是赖院长分数打得不够高 才赶快开记者会为自己加加分 打分数是要给我调薪吗 这个好像常常都有我 但是我现在人还在这里 强调不会被传闻给影响 业务还是要继续推 包括护照性别增列第三性 行政院本身在这个议题上 只要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出来 我们随时准备好 随时都可以搭配 等政院定调 相关的护证工作就可以马上执行 对于下台传闻 叶俊荣不为所动 毕竟现在只有埋头苦干 才能保官位 欢迎新闻侯锡雨 黄明晨台北报道